欢迎收看小高 有的时候挺羡慕全红蝉的人生观 既然回归中国跳水队前 肯定要进行减肥 那为什么不在回归之前 把那些不能吃的东西狠狠饱餐一顿呢 是的 全红蝉就是这样干的 当然随之而来的后果 就是美美的吃一顿之后 就要狠狠的练回去 近期 央视播放了全红蝉回归训练后的视频 在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全红蝉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而随后 全红蝉在蹦床上训练 和恩师陈若霖的对话更是冲上热搜 让很多网友高呼 完全是母亲和女儿的记事感 两个人的反应很真实 为什么呢 在放纵了两个月之后 全红蝉的体态和肌肉都有了不小的变化 全红蝉在训练的时候 陈若霖就在旁边边看边唠叨着 为了督促全红蝉减肥 陈若霖也是在旁边打击全红蝉 哎 你看你的大腿 你腿上有褶了 腿肉松了是吧 你怎么落网那样食尘呢 而全红蝉这边则是很耿直的回应 重啊 我下去我感觉谈不起来了都 全红蝉的话语也是给陈若霖都气笑了 陈若霖也是喊话 看你以后还不敢不敢放开吃 可是看到全红蝉古灵精怪的样子 陈若霖的气也是消散了 自己的徒弟自己宠 全红蝉吃胖了 陈若霖也只能监督着 陪伴着全红蝉重新恢复巅峰的体态 找回巅峰的感觉 陈若霖的话语和陈若霖的严格 让很多网友觉得陈若霖对于全红蝉太严厉 为什么陈若霖会这样做呢 十米跳台历史上夺冠年龄最大的运动员 是当时20岁的陈若霖 而全红蝉如今已经17岁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全红蝉21岁 即便如何再控制 全红蝉的体态和体制都会向成人靠拢 这也意味着全红蝉动作的完成度 和压水花的难度都将大大增加 作为过来人的陈若霖 显然明白20岁后再去和14岁左右的小女孩 竞争十米跳台的冠军 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这也是陈若霖一刻都不敢让全红蝉放松的原因 对于陈若霖来说 既然全红蝉是自己的弟子 她必然会全力以赴去帮助全红蝉 哪怕这份严厉会被网友质疑 可是时间会证明陈若霖是对的